下面我们接着螺丝机开始讲解 上节我们已经制作了一个横向的一个和前后的这样的一个XY平台 在这个我们主要讲这个上下这个平台的一个制作 上下呢我们采用的四伏电机的一个功率 我们可以不用这么大 可以把它改为100瓦 100瓦呢我们假设在直径 这个直径呢就是它连接的这个轴是10毫米 我这因为没有这个图片 所以呢我在这里就直接把我们这个四伏电机给它缩小 或者我们直接用现在的四伏电机来表示 然后这里我们使用这个传动呢 我们不想采用以前的这种皮带传动 我们用丝杆传动 当然皮带传动也可以 也可以 在讲这个丝杆传动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这里有两个设备 好 这里呢是一个点交机的一个一个XYJ平台 好 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的比如说附近电机或者四伏电机 摆放的位置 有干涉或者摆放的位置不是你想要的一个理想状态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常会通过 一个皮带传动的方式 然后让它实现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你的四伏电机这样倒立的放在这里 可能不是很好看 它就把它放在后面了 这个呢说明什么 就是说从这个上面呢 我们可以学到东西 就是在我们上节课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有一个图片 那个不仅电机是在左下角 在这个位置 只是它完全可以不用在这个位置 可以移到后面 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左下 在左下角它的行程会严重的一个缩短 会严重的缩短 另外一个它的从外观上面看 也不是很好看 所以呢 呃 四伏电机尽量的让 让其隐藏起来 或者坐在后面 这个也是我们在课堂上 为什么我们在做 呃 在上这个在做的时候 我们的四伏电机是放在后面 好 我们是放在那一侧的后面 放在这个位置 我们打开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上这个我们提到的那个图片是一个 一个螺丝机 它的一个不仅电机 大家应该看得上这个应该清楚了 好 那接下来这里的还有一个就是新标客机 标客机是很典型的XYZ三轴的平台 目前这个标客机的事物我本人自己就是从头到尾这样做出来的 好 它已经用于生产了 就是已经已经加工用于生产了 只不过它有些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头啊 在呃 真正的洗的时候 就是洗制洗产品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偏 好 有些偏 就是说可能这个的是因为 因为它本身这个 不仅电机它的一个功率 也有这个它的一个水冷头 这个有关系 有关系 这里我们要利用这个标客机上面的一个就是撕杆 这个撕杆这一块 这撕杆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就相当的把它直接复制过来了 目前它这个撕杆的这个 这轴呢 我们也直接复制过来 我们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然后我们把它另成为 好 文件另成为一份 另成为一份 另成为一个新名字 我们把它叫做 把它叫做 叫做 106 这个尝试 106的 SFU 1605 这是一个台湾TBI一个规格的一个滚珠丝钢 滚珠丝钢的类型 SFU SFU 1605 大家可以带 TBI网页可以输入这个 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很 用的非常多的一个滚珠丝钢的类型 然后呢 它的一个四缸的螺母呢 我们也把它利用起来 我们把它定成为一份 还是一样的存在原先的这个位置 在保存的时候呢 尽量的考虑到你保存之后把这个文件名字更改一下 因为这样不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文件 就是你现在移动的这个文件 重命名一下 然后呢 我们把它改成 160 下面这个呢 这个打开了 我们不管它 难道理应该关掉它 好 那我们在这里做的是先放四缸 还是先放四缸呢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先放这四缸的螺母吧 因为这螺母我们在 整个 挖着上下雨移动的时候呢 它是不需要碰到这个面的 所以我们最好以这个螺母 做一个基准 也就是说我们以这个面到这个面之间的距离 我们控制在 比如说控制在三毫米以内 然后呢 然后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位置 三毫米以内 然后我们再让这个面和这个面平行 然后呢 翻转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它是活动的 我们不管它放哪个位置 我们暂时先让它 大约去中间吧 所以我们可以 可以这样的 大概的把这条线 120 我们连个60 配合 距离是60 好 然后我们再插入这个四副电机 这四副电机 我刚才说了 它的一个轴径 不是14 因为14 跟我们这个滚珠丝缸啊 它是配合不了的 因为它就相当于大了一个层级一样的 我们滚珠丝缸的这个轴径是6.35 就是这个跟这个四伏连接的这一块地方 暗暗到底我们把它变成100瓦的时候呢 这个刚好这个大概是10 那这个6.35 就刚好用连轴器进去连接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 就可以把这个面 这个轴和这个轴 然后呢 反方向 让它配合一下 这样配合完成之后 我们目前想要达到位置是 再插入它的一个连轴器 这个大伙我们把它改成10 连轴器 这是我们采用的 一个10和6.35连接的 所以我们在Mikimi这个网站里面 显示软件里面 进行选择连接器 这连接器我们打算采用的是 两侧都用螺丝来夹紧的方式 所以我们选择 对 看一下 是不是螺丝夹紧的方式 好 OK 这样螺丝夹紧的方式之后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一个第一 第一呢 我们选择 比如说6.35 第二呢 我们就可以选择10 这里就是10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 给它导出 导出 导出 先让这一个孔和这一个孔 来进行选择 看一下 好 然后接下来 每个这个面跟这个面 进行连接 因为目前它这个大 所以你看的 肯定有问题 我们让 应该是 把这个往这边移一点 然后配合的时候呢 让这个面 再跟着这个面 再跟着这个面 跟着这个面 配合 反方向 这样它就固定好了 固定好了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让 这个四伏键机 的这个面 和这个面 来平行 翻转一下 翻转完成之后 我们这个线呢 是走后面的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这种方向 还可以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 边框尺寸 按道理是6 看一下这边 是60 那这个呢 我们最好是放在这个板的 最中间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是 以法三 也就是 70 35 也就是我们让这个配合的时候 让这边和这边配合的时候 是35 OK 这样配合35之后 然后我们再让这个轴 和这个轴 进行配合 这样呢 它就移到刚好位于这个最中间的位置了 从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得到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在这个地方伸长一块板 就是把这个板其实就是加长 好 那么加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显得这个面 然后编辑 然后我们在这里显得拉伸 插入 但是因为我们做图的时候也要注意你可能之前配合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的问题 就是因为你这里把以前的面给取消了 所以可能在配合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 拉伸的这个面呢 我们不要 不要随便的就是说 想拉伸多少 我们先不要这么急的去考虑这个面 先把它先把它这个大 为什么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这个连接器在装配的过程当中最好有个装盖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是这么长就可以了 而底下的这个长度呢 我们可以把它拉长 可以把它拉长 所以 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可以直接在这里新建一个零件 新建一个零件 我们把这个直接插入新零件 然后在这里画一个头 然后以这个边和这个边来进行动线 就是这个位置多少呢 我们至少要超过它这个伺服电机的宽度 所以我们配合的时候 就是这个边和这个边 我们也把它动线一下 然后我们把它拉长的这个 这个弯度就是十 十个行动 不用说这里肯定是一个大的一个孔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 再插入新零件 在这个面 我们做一个 跟它这个图 轮廓一样 如果我们要得到跟一个图的轮廓一样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编辑草图之后 可以使用将转换实体 这个时候我们显得这个边 显得这个边 然后呢 再一起的推把它这个相邻的这些 全部都显入 这样就得到跟它轮廓一样 我们显得链 然后呢 点一下勾 这样就得到一个线框的图形 然后我们把它拉伸 拉伸的这个面呢 我们直接到它的一个这个面上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上面呢 我们把它打一个通孔 我们编辑 整个部件 然后中间我们选择一个通孔 这个通孔大小最好 就是比四伏电机的这个语言孔 比较大一点 也就是52 应该是 86 OK 然后呢 把它完全切除 把切除之后 因为我们要考虑到 装配这个连绸器 手能在里面做 所以我们 能在里面操作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地方 给它切开 这个呢 我们在网站上都有很多卖的这种标准件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我们在这个位置和这个边 直接这个边和这个边 就我们给的 然后这一边和这一边 同样也是切 这样保证它是对称的 然后也把它切除 好 那一次的对这个地方 你可关上一个大特大的孔 就可以了 然后在下面呢 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板直接连伸下来 连伸多少呢 一直到它的这个面 这个面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 可以重新新建一个零件 我们在这里直接插入一个零件吧 按照理不能讲话 把直接这样连接了 啊 不 插入新零件 选择这个面 选择这个面 然后我们在这个面上 重新的做一个 跟它一样大的一个主形 这个图看的不是很明显 如果看的不是很明显 怎么办 这个只能这样 我们到这一边 我们看一看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和这个 要重合 要贡献之后呢 然后把它拉伸 拉伸的这个 这个面的 距离 这宽度 我们要选择这个面 拉伸 选择一面 然后点击这个面 OK 这样呢 切择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个面上 再去做一个 新的里面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 或者你在 我们把这个往上再拉伸 再剪掉一点 应该是拉伸到这个面 应该是拉伸到这个面 编辑一下 编辑一点点 然后呢这里显得它的一个拉伸的面 我们可以显得 应该显得这个面 显得这个面 显得这个面之后 在这个面上 我们同样的也是插入行李简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就显得这个面 不一样 然后我们把它往下拉伸 拉伸的时候 我们往下拾吧 这个呢 可以多一些 你可以让它拉伸到这个面 就可以了 这样 这样这里肯定装 什么呢 装轴纯的 因为有刺杆的硬乳纯 这样就是刺杆 一个过程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在这里插两个轴 这两个轴的这个长度 这两个轴的长度要 高于我们现在侧的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216 我们给个220 然后呢 让它两侧都打一个孔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 可以在这个面上 编辑零件 然后呢 切除 现在这个面上 先挖一个孔 再说 孔子加8 把这个孔呢 我们把它切除 完全贯穿 然后呢 我们再编辑这个零件 切除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呢 把它复距 这个时候它的方向我们改一下 然后这个 这个不是数量 是这个距离 改长一点 一定要记得超过这个螺母的宽度 我们尽量的往右侧边 50 OK 同样 你有这个50之后 我们把它写下来 先暂时的做一个孔 这只是一个定位的功能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插入我们米斯米里面的轴 就可以了 这轴呢 我们去找这个Fy 大概Fy12左右 不要那么粗 啊 大概应该按比例 这个最大的 你做的也没有对 啊 两端内螺纹 然后呢 Fy12长度 我们给100 刚才说的是100多少 这个面 这个面 216 220 220 这是12 220 6 这个也是N6 嗯 不对 长度 220 然后再把它文件输出 输出之后呢 再导直线轴层 我不知道好像是在哪 也讲过 就是好像 不知道在哪 也跟我们讲过 就是导这个轴和直线轴层的 在导这个轴之前 你一定要看一下 有没有配对的直线轴层 在这里呢 选择这个直线轴层 然后这里我们最好 选择短的这种 就是有切割边的这种 不要就是 就是直接 直接就是软的 因为它可能考虑到 不好装配 这个轴呢 我们用12的 就可以了 目前就是这种 然后我们把它输出 输出完成之后 然后接下来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图里面 进行双配了 我们插入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轴 然后呢 还也插入 这个直线轴层 然后配合的时候 用两个内容 我们不管它 让这个轴和这个轴配合 然后再接下来 接下来呢 让这个面 和这个面配合 反方向 这样配合好之后 再让这个轴 和这个轴配合 然后呢 让这个面 要至少要进去一点 我们可以设置进去一点 这里这个 可以不用直线轴层座 可以用普通的直线轴层 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用直线轴层座 你说对不对 没有必要 直接用普通的直线轴层 不要直线轴层座 就可以了 这里就不敢了 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 带去插入 和它一样的 我们也进下一下 看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那个 基准面 在整个图形 它都没有基准面 基准面不好操作的 我们在这里插入 翻烤基准面 然后呢 显得 我们显得这个面 然后在这个面的最中间 我们显得这个面 在这个面的最中间 我们去找一个 这130我们给的 多少 不是60 130 130我们给的65 反转 哦 参考基准面 哦 参考基准面 65 反转 这样反转它就刚好在这个中间 然后我们把这个直线的灯和轴给它倾向过来 显得这里的线性倾向链部件 然后显得这个基准面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 去找到我们最下面的这个面 这样 这样进上过来之后 剩余的问题应该最简单 就是什么 就直接在这个里 我们插入一个线灵键 然后在这个 我插入一个 东配底的线灵键 然后直接在这个板上 画一个 多大的东西呢 其实这个东西已经出来了 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以这个做中心点 以这个做为中心点 然后 首先这个长度我们就做130 这样 然后这个宽度呢 我们就以这个边和这个边 共线 这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把它拉伸 拉伸的宽度最好要遮起来 这个绝境轴的宽度 所以我们给它40 看一下 然后在这个上面呢 就可以打孔了 打孔 它就可以这样上下的 就是摆动 对不对 然后它就可以在上下的移动 然后你在这个头上面 装任何一个头 它就起作用 比如说我们在插入的时候 我们插入这个 螺丝头就可以了 螺丝头就可以了 螺丝头在哪里 你看 我们可以直接插入这种机构 这个机构好像没有改没有完善 我们有一个专用于 螺丝头还有另外两个 另外两个在哪里 就是你要把这个 把这个部分的 把这个电坯 就是这个螺丝机的这个部分 把它重新的 重新的修改一下 把这个 我们假设把这个隐藏起来 把这个固定在这个上面 就可以了 这个板不要那么长 我们在哪里 这个也好像提到过 这个板呢 我们改短了 是不是 改短了之后 我们把这个板呢 直接给它配合 到这个上面 这个图 这个台要凸起来 至少要凸起来 然后呢 我们测量一下 这两个之间的距离是多少 这个是130 所以我们配合的时候 就直接就是这个面和这个面配合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图面 升高了 就是这个图面 比如说 比如说 你这个图面 要高出去 地板 板短 防向 这样我们可以在这个上面呢 就可以直接绑一个这种结构 但是你这个结构 你在做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这个垫滴的位置 不要出现这种干涉的 对 这样就实现任何一个 都放过来的 实现这个功能 XY对三轴自由的 一个输入的这种功能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一个步骤 大家如果在听课分中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可以把我的电话 我的电话 我在这里说一下 可能有时候我们的课程 可能有密码的设计 或者视频呢 我们上传这个视频的网站 不够清晰 那么都可以 在百度里去查找更清晰的网站 它都有 因为本人这个文化程度有限 可能在讲课的时候呢 有一些表达不是很清楚的地方 或者让你很难听得懂的地方 也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电话是 136号50273234 本人呢 是在东莞 现在是在东莞 石牌镇 我们下方的一会儿 可以打电话 一起来 在《 떨》 放入冰箱